2017宜蘭共佛摘森报恩法会将于9月2日 在宜蘭运动公园体育馆隆重登场 主办单位宜蘭县全民共佛摘森功德会 106年8月23日于宜蘭县议会召开记者会 并且邀请寺院高僧与会 我们这次摘森的台会 在这儿要听清贵的法师来宜蘭 给我们祝福 祈祷 给我们集气 给我们做很多利益明亮的事情 我们这次的共和栽生 如果要基盘大蒙山的法会 如果要基盘共养思维的这个法会 所以说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本会宜蘭专民共和栽生功德会 所以说邀请我们宜蘭官的弱势 比较弱势 比较艰苦 还比较身体 身智 比较好 共养弱势 问 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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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b Surf 仲吗 zelf 预ion 堂 untuk敂碰 NO to weer 是 今年供佛摘森法会的供品普桌 达到520张桌次 每张供佛供品价值2000元以上 市价超过100万 将在法会结束后 捐赠给23个弱势团体 让大家服食平安 这些供品呢 因为都经过了非常多的 我们的佛法的加持 所以都可以祈愿 我们这些受证的孩子 以及弱势的朋友 都能够身心平安健康 参与法师为大家开示 提到佛陀修行时 遇到语记闭关修持 积累无限善法 回向给十方信众 民众借由供佛摘森 可以获得殊胜功德 最终4月13到7月15号 刚好是三个月 叫结下安居 所以在7月份的这个 一个结下的一个制度当中 里面来谈 也就是说很多的师傅们 在这用功办到 所以在7月份 为什么会称为叫做 佛的欢喜乐呢 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一种 在我们传统里面讲的 是个鬼乐 那这差别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7月份的举办 是一般在佛门当中 他一定会举办一个 渝兰盆会共佛摘森 让大众来扑植这样的一种 福田的一个因缘 宜兰县资源匮乏 但全民响应共佛摘森 能够在农历七月 佛教的欢喜乐礼 庇护乡土和尽平安 宜兰县全民共佛摘森法会 9月2日上午举办共佛摘千森 下午举办大蒙山诗时及超剑拔度 消灾祈福法会 离请海涛法师主法 及1200位高僧大德 志诚同心互念 并且邀请民众可以到场免费 为历代祖先 妻世父母 冤亲债主 妄生亲友等公立牌位 欢迎乡亲 踊跃参与护持 名阳两立 功德无量 末后先行 请出班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订阅 Compared cur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